泰山公有市场门口经常有社区巴士停靠 许多经过的车辆常常会压到双黄线 容易发生意外 地方民带接到民众的陈勤 出面协调争取 申请温载郡重化区内停5用地 作为社区巴士临时停放的场地 社区巴士临停在路边 经过的车子几乎每一台都会压到双黄线 真的好危险 如果对向车道上的车子又快速行事 很容易发生意外 让开车的民众很担心 特别像明代陈勤 议员和立法委员洪梦凯泰山的服务处 接到了我们很多的乡亲的陈勤 有关于我们这个泰山市场接驳车 还有我们578那个跳蛙公车的停靠 影响了我们的行车的安全 因为本身我们全新路 是一条比较狭窄的道路 那经常都会有那个 我们的接驳车停到那边 影响了往来市民的一个交通用路的安全 为了维护民众的行车安全 新北市议员宋明宗接到陈勤后 与立委洪莫凯洗手合作 向地震局和交通局申请 温载住重化区内停5用地 提供临停使用 预计将于3月底开放社区巴士临停 新北市政府这边协商借到了公武 就是在温宅温子郡的开发区 还没有开发之前 那个地方有一块空地 可以让我们的所有的车辆 就是大型的公车 还有我们的中型接驳车 都能够停放到那个地方 也让我们的接送的司机大哥们 也能够能够在那边很安全 而且也不影响交通情况之下 好好的休息 等到待要出发的时候 出车的时候再从那个地方 而且距离也不远 也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体的交通 未来社区巴士不再聆听在市场门口 小心能有效改善原本的问题 让民众能够享用安全的交通环境 记者沈志勇 江桥威 泰山采访报导